游览车行驶到一半突然停下来 仔细一看车子停在路边 但左前方的挡风玻璃破了个大洞 还有数字落叶直接插进来 事发就在20号礼拜日 基隆海洋大学的学生在社群上发文写下 通事可出体验 上传一段车子抛锚的影片 表示第一次坐有敞篷的游览车 从前面看更明显 上面的挡风玻璃破了一个大洞 鼠植树干插在里面 还可以清楚看到车内的座位挡板 学生无奈下车 等待其他车接驳 后续了解车上一行人 是海洋大学一堂通事课的学生 要到共聊坐乡也调查 结果司机开到福隆附近的小路 撞到树 造成车上一名女学生擦伤 学生也饱受惊吓 回到现场还能看到地上 有许多残枝落叶 当地人表示这种事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可能要跟里长讲一下 放个告示牌提醒 我们会去做公司查核 那也会要求公司 针对驾驶员做教育训练 然后在行车安全上 会更注重保障学生的安全 因为是自撞没有报案 但安全起见 监理站仍然会前往稽查 后续海洋大学也回应 车上人员没有大碍 游览车公司也马上安排 来替代车辆 行程照常举行 感谢各界关心 TVBS新闻流星辉 来听 基隆新北采访报道